AM730的讀者大家好 我們是 COLA IDC 叮噹I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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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又不是不好理的 是想回自己的想法要做些什麼 不要自己也質疑自己 我覺得IDC不是說 我們很自我 什麼都不理 我喜歡我行我素 不是這個感覺 我覺得 反而是要 care別人 首先要不care 我自己覺得 我要不care 所有影響我的聲音 去做好我做好的事 對得住我應該要對的人 這個就是I care 我care的人的一個方法 其實我想她說 她說那些小怪獸 不是有些名字的 有些什麼stockamon hateamon 我覺得不只是我們 其實大家都是 普通一個人 可能你的生活 都會有苦悶的時候 你都會有一些 有是非的時候 或者都會有一些 開心的時候 是很normal的一些小怪獸 還有我永遠覺得 可能我們的歌曲 或者大家的歌曲 是填詞人和producer 去製作了一個 很official的東西 給大家看到 那些是黑板上的東西 但是其實 每一個人的投放 都可以有不同 其實你可以聽IDC 但是想起你的情相 或者想起一些情人 中間你I don't care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 是沒有限制的 就是我們 OK 字面就是歌詞 這樣放出來 給大家去欣賞 但是怎樣去理解 和怎樣去投入 你自己需要的東西 就是觀眾自己發揮 好像也有很多衝擊 是 自我成長的部分 也有很多衝擊 是 最大的衝擊是 我想可能是我 原本以為自己 很多東西都是不介意 很堅強 但是可能原來 真的沒有高顧自己 其實我自己 是沒有那麼堅強 沒有那麼厲害 所以我覺得最大的衝擊 就是怎樣學懂 說話要小心 然後就是怎樣做好自己 不用解釋太多 我覺得最大的衝擊 是 需要突破 突破是一件很難的事 因為突破是超越 不斷在進步的自己 而那件事是很難去 去看到 你沒辦法看到實體的東西 你追不到什麼 但同樣地你要去 嘗試去 平衡你收到的所有資訊 然後再去做一個 主觀也好 客觀也好的分析 其實是很難的 所以 整體來說我覺得 整個藝人 演員的生涯 已經是一個衝擊 我們基本上是在 衝擊波霞生活 但是 我覺得 暫時對我來說 最大的衝擊點就是 真的 需要去突破 我覺得對我來說 最大的衝擊是 就是 我覺得很想自己做得對 即是 無論如何都好 很安全 別人一定會覺得好 我會希望是這樣 但是 但是 原來有些時候 可能是 我們自己會自己知道 有些時候可能是 自己吃了 那個 可能有些委屈 又或者有些難受的東西 但是對整件事是好的 這個我覺得是 幾大的一個衝擊 我覺得 我的衝擊是 我覺得很多事情 自己做得不夠好 這個是 我經常都 好 一直都 停留 或者是一個 反思的位 因為我們 一入行 就要急速去接 很多工作 有些事情 是 我覺得自己 未能駕馭 但又要去做的時候 就覺得 未夠 例如我要去演戲 就是 我看著別人 演了很多年戲的演員 或者 真的學院出來的人 我覺得 我自己未夠那個 深度 但我就已經要演了 然後 可能我要唱歌 又不夠別人唱 十幾年的那些 那麼厲害 我已經要出來表演了 那就會覺得 我很想再用多些時間去 學 以及去深究一些 關於表演的事情 但我又好像沒有什麼時間 這個對於我來說 是時間上的衝擊 我的話是 是空白旗 因為我覺得 我很需要繼續去走 繼續進步 而且很喜歡 團體生活的人 對 這個也是很大的 沒什麼東西會崩潰 對 所以 之前經歷空白旗 那段時間 但現在就 學識了 轉變了心法 反而覺得很開心 因為可以有 多些空間 讓自己 學一些新的東西 或者 去跟朋友 去旅行 我覺得是 我覺得 在這一行裡面 沒有一個 完全適應 因為我覺得 每一次我們上台表演 都不同感受 不會是我們公式化 去做 每一次都有不同的感覺 對著 可能有些新的觀眾 在一個不同的場合 所以 每一次對我來說 其實 都是一個 全新的體驗 嘗試 就沒有說 可以了 我習慣了 所以我覺得 這個是 其實很好玩的 對我來說 我是一個 幾乎不定 不喜歡悶 重複做同一件事的人 我覺得這個是 其實是 很適合我 每一次都覺得 全新的感覺 但是 每一次都會有些緊張 是覺得 不知道這次會是怎樣 我覺得 這個也是 我的衝擊 我的衝擊 是 我覺得 是每一次 自我否定的時候 出道 初期 沒有那麼想到這件事 會很專心做 每一件事 因為我覺得很難 到後來 可能 空白旗 之後 有些表演的時候 練習的時候 練習的時候 會無端端 真的 有種覺得 自我否定 練習了自己的所有事情 之後就想起很多評論 之後那一下是很崩潰的 我也不知道有沒有分享過 好像沒有公開分享過 是有這些時候 站在家裡練習的時候 但是 呃 對啊 就練一下歌 突然對著電腦 對著咪咪之後 一邊唱歌 一邊滴 但我是沒有嘔嘔嘔的 純粹是 他就不受控制的 掉進來 但是 好像衝擊波一樣 前陣子也有做衝擊波 我覺得 好像痛完之後 真實的衝擊波 你會更加強壯 舒服 沒錯 所以每一次衝擊之後 我們會更加強壯 也是會有迷失的事 可能 我在日本回來的時候 也是這樣 我回來 一邊搭飛機回來哭 真的嗎? 你不要跟我們講歌 是啊 我 是啊 是啊 因為我突然間覺得 我們夾得有點遠 而且他應該不會無緣無故 我那天回來哭 因為我會 哈哈 因為我是 我哭到收不到聲 因為我聽了一首歌 我不講哪一首歌 但是 我是突然想到 我在這裡做著什麼 為什麼我會在這裡 為什麼我要 承受這麼多東西 為什麼我要 這麼多壓力要面對 為什麼我會在這裡 突然間有這麼感覺 然後我自己 然後就 然後隔壁那個人 我很怕被他見到 哈哈 我相信其實 每一位 看著這個 手機螢幕 電腦螢幕 電視螢幕的人 或者我們現在在場的每一位 都有一種這麼大的模型壓力 但是我覺得 以我的了解 我們 之所以會 經常都無緣無故 控制不到自己的情緒 或者眼淚 是因為我們 要 因為環境而壓制著它 就是要控制 要壓抑著 因為這件事會影響到我們的表現 和工作 所以我們才會 就是 捱著氣球 才會 不小心 不知道在哪裏 哪裏 那裏 所以我覺得 發洩和 這個 書法 書壓是很重要的 嗯 老實說 會想回的 一定是有的 就是 沒有可能 不會想回 尤其是我們都知道 因為粉絲都很 很擔心這些問題 其實有時候 他們都會做很多 影片出來 就是可能剪回 之前的片段 或者怎樣 其實我也會有觸動的 真的會覺得 真的會回想回我們之前很好的一些相處片段 或者一些很搞笑的工作回憶 嗯 但是我覺得 我覺得 我們已經是 真的 要這樣去 繼續走下去了 要帶著這個七個人的力量 繼續走下去的時候 我覺得我們是 做得很好 現在 我們很想去 用我們的作品 和用我們的狀態 告訴大家 我們可以 真的不想 粉絲再擔心我們的 心理狀態 雖然我們剛剛說到什麼 就是在飛機下 然後我們又流淚 但我們可以 我們可以的 為了我們要繼續做好作品 和做好我們的 我們COLA這個團 我們一定會繼續 努力向前走 還有我是 其實是很開心 會看到大家都活得開心 就是 最重要是生活開心 自在的 我就 很替她開心 對 她又舒服 我們又舒服 然後看到臉又可以舒服 就是大家都舒服 以後 對 不要緊 我覺得是生活的一些階段 而且什麼距離都好 無論是七個還是八個 我們其實真的有一個很涼爽 每個女生都是一個很勇敢 很想追夢的人 所以那件事是很有趣的 就是看著大家的初心 一直在 發揮在不同的部分 其實是一個 是一個 是一個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